還有另一宗 唯無權者發聲 二虎伯伯都是 二虎伯伯怨榮光歸香港 那首歌原來他是前前後後 在大圍、旺角、中環 在不同日子裏面演奏 是被七項票控的 沒有許可正義奏換樂器 加上無牌籌款 這個叫全票控罪 他今天當然不認罪 他說我演奏 是因為我身為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 我不希望香港回到文字獄的時代 用一首曲、旋律去看一個人定罪 成為香港的國際笑話 他今時今日為自己辯護 其實都想為香港 怎麼說呢 你控告我 其實就是攬炒香港 你現在就是用一個旋律去看 是否定我罪 你定我罪 其實就有一個很標誌性的效果出現 你就是越文字獄 你定我罪是等於文字獄 其實今天這件事 他就是現在的裁判官叫陳惠敏 就壓制到8月28日 陳惠敏呢 陳惠敏法官是一個很理性的法官 他以前判過一宗案 是判過一個女手足 我記得他在判刑的時候 他很猶豫 他不敢判這個手足 判得這麼輕 他很坦白地說 如果我判得太輕的話 可能會被上訴 對你來說都不是一個好處 你可以查一下 陳惠敏這件事其實是幾年前的事 我記得你說過 你講這些事的記憶 你就好過很多 現在這個二胡伯伯 你叫做李解新 他是沒有律師代表的 這個真的是 他自己去應訊 用普通話傳譯 為什麼用普通話傳譯 我真的不太明白 他就這樣說 他就依賴他用這個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 去國際公約 來為自己自便 你香港是簽約國 簽約的一個司法體制 他說 其實 他自己就用這個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 以前郭子健 他都因為這條條例 去聯合國作證 其實他就是主要 講這條事法的情況的時候 因為他就用兩個層面 去界定他怎樣去罪 包括系統性和執行性 他說現在這個陳惠敏法官 他就關注了控方的事情 用梁國雄這個非法集結案例去看 因為梁國雄的非法集結案 他就說警方執法的時候 其實都很容忍 不是亂來 之前有先給警告 他現在就說 警方都合理 他去票控你的時候都合理 都有給警告你的 第一 陳惠敏的時候 他就說 是不是適用了本案 他就說是 但原來 他就問一下之後 陳惠敏就說 2021年8月3日 胡爾虎伯伯 在旺角東站的時候 警方沒有給警告就票控 你首先就說 用回梁國雄的案例 以前有容忍的態度 你那次一下就被人票控了 空方就說 傳票是之後才發出的 但確認警方未有向被告說明 再在這裏拉就出傳票 二胡伯伯是普通話人 普通話人來的 普通話人 但他都需要傳譯 但他都自辯 他就是 其實 但現在 關於無牌籌款的控罪 他今天 就是二胡伯伯 用國際公約第15條來自辯 那條就是 對其本人之任何科學文化 文學和藝術作品 所獲得的精神與物質利益 享受保護之位 這條條例為自己自辯 控方就說 你都不是這首歌的原作者 即使你控方接納 被告拉別人的二胡 曲目 你的演奏都是屬於其他藝術作品 在這件事裏 你不是叫人欣賞 你是把紙牌出來籌錢 他的紙牌說 因為被法院檢控 所以需要籌錢打官司 又是任這個理由 就票控他 無牌籌款 他自己都改過一些字眼 他曾經把募捐兩個字 改為換作 因為控方又不理 我不理你怎樣改 因為法理上 上文下理推斷 你被告的意思是 沒有錢打官司 所以叫人家捐錢給你 然後你開了二胡盒 那你就是籌錢 即是無牌籌款 現在就是抓他 他現在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現在陳慧敏法官就關注被告的犯罪意圖 你的犯罪意圖是怎樣 你是不是真的故意犯罪 控方需要證明 被告是明知需要申請許可證 但是依然選擇演奏和籌款 你才可以票控 你才可以告一入他 最後就指示控方 就這個法律議題 補充書面陳詞 8月28日的時候再做補充 之前二胡八八強調過 我自己是沒有一而再再而三去演奏 他要求控方提供證據 他說如果自己敗訴的話 這是最重要的 你說法律觀點 可能你們沒有心情聽了 如果我真的敗訴的話 我還可以兩元乘車優惠 游騙整個香港 但是他又有能力 將香港變成死城 一個沒有音樂的城市 因為控方會一年365日裏 不能自拔天天檢控香港的街頭表演者 說到他們現在是這麼瘋 我也相信香港警察就是這麼瘋 除非你要演奏梁美芬那首歌 那首歌叫什麼名字 《為何要攬炒》 美芬有一首歌叫《為何要攬炒》 《為何要破壞》那首 否則香港已經很難了 如果你演奏這一首的話 應該沒事 傅鎮忠 他經常都不申請這些不反對通知書 有沒有被抓過有沒有票控過 沒有的 阿Wittemil也有說 這些擺明是政治迫害的 你旺角行人尊敬區 廟街和同記 每天都有bursking 那你又不拘捕他們 是啊 這樣 今天 其實都很厲害 二虎伯伯 他就 他說 陳慰悯法官 他都說過 有些市民作弓的時候 很有擔心 你拘捕曲目的時候 我會被人打 所以才會偷拍 然後他問你二虎伯伯 二虎伯伯就反問 如果那個市民怕被人打的話 他會講明了什麼問題 這個市民只能代表他自己 能不能代表全香港人 你想賭灰 你就偷拍 你心虛 一個心虛的人想賭灰 代不代表全香港人 然後你說我無牌籌款 無牌籌款控罪有三個元素 原來二虎伯伯有色 很厲害 他可能有高人發工 三個控罪元素 包括組織參與和提供設備 請問我組織了誰 我一個人 他說 若果控方要指控自己參與港獨運動的話 那就是一條死罪 但我強調我自己不是港獨分子 我拘捕的曲目有很多詮釋 譬如願罪惡歸香港行不行 願榮光歸香港 願罪惡歸香港行不行 願平安歸香港 何君堯唱的 其實你都很荒謬 曲目叫榮光歸香港 為何不好 為何不好 要叫罪惡歸香港 那你又說這樣就好 這樣就可以了 任他解釋 說到最後 是 真是很瘋癲的 是吧 所以他自己就說 我不希望將現在的香港 拉回以前的文字獄時代 是吧 用一個曲 一個旋律 就將人入罪 這個叫福匪 是吧 這個就是古代中國的時候 這些發明 是吧 因為皇帝自己不心安 那所以呢 要拉人來鞏固自己的國安 因為他日日發惡夢 然後所有人都要受罪 現在中國是這樣 那沒辦法的 你香港這樣的邊緣城市 在共產黨的角度 就一定是要用最嚴厲的方法去壓抑 那如果你說鄧炳強 你說李家超他們 他們上位 難道還跟你說經濟表現嗎 他們就是不拿式 今時今日 我們經常都 即不是我們那裏 即不是我們那裏 那裏都經常說 喂大哥 當你說誠哥不斷地劈價 誠哥沒有推倒過樓市 誠哥沒有推倒過樓市 講清楚 誠哥在劈價 打算鑒便鑒賤套現 那你香港政府 你說李家超他們 究竟有沒有什麼應對手法 答案是沒有的 那他們唯一可以怎樣證明自己的 就是不斷地拉普通人 然後說自己在國安方面交成績表 因為他們這一份成績表 將會在習近平那些什麼 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裏面 就成為他唯一可以交出來的成績表 嗯 是 那